你這個寶寶有沒有皮膚的問題呢? 一招完之後就好像出現一條條 好像鐵絲網的問題 皮膚敏感也很重要 我的大女兒是嚴重皮膚問題 吃不行,摸也不行 就算用筷子刀一刀的牛奶 碰到他的臉,馬上起風冷 這麼嚴重? 一粒粒紅了,很癢 十個寶寶,九個皮膚都有問題 我們作為爸爸媽媽都知道 寶寶的肌膚很幼嫩,真的很難處理 想寶寶每天都以滑滑滑滑 和很可愛的衣服見人 皮膚的健康和個人的衛生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寶寶要健康的課題就是 皮膚衛生 今天出來的三位嘉賓有歐詠拳 有奏花最愛媽媽的張家儀 還有體能欣 另外還有我們很高興的專家 歡迎 寶寶皮膚又又亂,又容易受損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溫柔地對待 皮膚病真的是寶寶或小孩 最常見的疾病之一 所以今天第一個 要大家按燈表態的題目 就是你這個寶寶有沒有皮膚問題 對,綠色就有,紅色就沒有 請標題 有… 厲害 沒有的真的很強 很強 對 好,我們看看結果 有,55%是有的,45%是沒有的 沒有的,我真的很想請教 我也很想請教 我覺得沒有皮膚問題 對 找我們生理的嘉賓師三位都有 對 是 我有的 其實嬰兒皮膚有問題是行規 行規 因為皮膚幼暖 對 現在小孩的皮膚敏感到 他已經有七歲 但他不可以很大力勾癢 一勾癢 就好像出現一條條的鐵絲網 他的皮膚敏感也很重要 嘉賢,你的大女兒呢 我的大女兒是嚴重皮膚問題 是,因為他本身有濕疹 他現在兩歲多 差不多一時每晚 我都要… 他紮醒了 我差不多要幫他勾癢 勾成一個小時 他才會舒緩,很可憐 對呀,很可憐 除了濕疹之外 他還有對奶類和羊奶都會敏感 對 即是牛奶、牛油、芝士、優格那些 吃不可以,摸不可以 就算用筷子捉一捉牛奶 碰到他的臉,馬上起風了 碰到 一粒粒紅了,很癢 但是沒有生命危險的 通常就一個小時到他的痕癢 就慢慢自己散 過一個小時就看到他很痛苦 所以都很頭痛 OK 林欣呢 我女兒是沒事的 兒子有點濕疹 他很奇怪的 他是五歲才發出來的 對,有一次無緣無故 我帶他去日本旅行 是 接著吃完一日夜,第二天 這麼厲害,無緣無故 小小到大是沒有的 會不會食材了什麼呢 我就是不知道 但是現在一直都開始有的 嬰兒濕疹真的很麻煩 對 我自己的兒子 你也知道吧 對 剛剛出生幾個月 簡直是紅得生了濕疹 太太其實也很好 之前都會用一些 例如有些自然療法 之前的姐姐也有 解決了 但不知為何 兒子這個解決不了 很嚴重 最後幸好有一個很好的鄰居 又是一個很尊嚴的醫生 去完親所看完之後 就解決了 但當然到現在 有時天氣一轉 就會又出來了 他有一點發燒 有病的話 又會有一點好 但是慢慢塗上一些 雲膚膏的話 就會康復 這些就是我們的意見 不如問皮膚科專科醫生 陳厚藝醫生 我想問一下 為何嬰兒很特別容易 皮膚敏感 其實很簡單 嬰兒的皮膚 通常比較幼嫩 再加上你知道 很多現在有污染 或者吃很多加工的食物 都會容易有濕疹的問題出現 好, 不如問問註冊中醫師楊明霞 如果真的有濕疹 在中醫的角度 你會怎樣去醫治? 如果中醫的角度來說 都要看它是什麼階段 如果它很小的時候 它餵人奶的時候 要看小孩子的表現 因為小孩子 它不懂得說話 它很多時候 就會很猛疹地哭 或者不願意睡覺 就算是飽了 甚至是尿片 沒有什麼 它都不願意睡覺 這些就是深火和乾火的表現 有時候可能 有些開奶茶裡面 有些燈心草、淮山、墨牙、菊牙 那些其實很少量 可以沖大概半瓣的水 它喝一點點 它睡得好 它自然沒有太多想濕疹 另外 就要看小孩子的臉色 因為皮膚的狀況 是內部體質的反映 當體質有問題的時候 都會反映在皮膚那裡 所以如果小孩子 脾胃虛弱 你看到它在柯蘭斯 或者是經常都很累 有時可以儘量用淮山、磁石、異米 大概半瓣至一瓣水 煲一點點給它喝也會好 頭一個星期如果坐月 最好就是吃一些食療的東西 譬如是折瓜、木瓜那些 都可以上奶的 就不一定有很多中藥 到第二個星期開始才慢慢平衡 即是用淮山等 都是食療類的東西 到第三星期 二十一日左右 才慢慢用一些中藥調養 因為其實如果你用太多熱氣的中藥 或者吃太多煎炸肥膩熱氣 甚至是吃海鮮類的東西 都會令嬰兒 它本身都會受到母體的影響 而有熱氣 有些朋友告訴我 有這個中醫師介紹 如果嬰兒有濕疹 或者皮膚敏感 用什麼芫荽去洗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或者浸一些菊花去洗澡 芫荽菊花 是不是可以了? 芫荽就盡量不好 因為如果香港天氣 是近亞熱帶的地方 濕氣比較重 如果用芫荽會發得很厲害 通常用清熱解毒、涼血 就沒那麼容易出事 不如我想問陳醫生 因為現在出現很多濕疹問題 很多時候都會用濾固醇 但有些人又說 不要用濾固醇 濾固醇很嚴重 但究竟怎樣用得更好呢? 對, 很多人一說到濾固醇 就很害怕, 很嚴重 會不會還會害到嬰兒或小孩 其實你要記住濾固醇 其實是安全的一個藥物 其實在近50年來講 都是最有效的治療 濕疹藥物 不過其實大家擔心是對的 因為如果用得不對 真的有它的副狀 譬如有些人 塗得太多 就會有機會皮膚變薄 或者微絲血管真身 如果塗在眼附近那些 有機會青光眼和白內障 說得很害怕 但最重要要留意 其實平時如果醫生叫你建議 用那些 通常是一些 尤其是寶寶 當然是寶寶的劑量 不是大人應該用的 所以它一般來說 用一些很低的濾固醇 而且一般會建議它 它基本上沒事就不用用 不建議好就收 就不是長期塗 不是當潤膚膏 有些人好像全身都痕 全身都塗 好像整個木乃伊那樣塗 那就不對 就過量了 最重要是聽醫生說 有些人媽媽和爸爸很緊張 希望快點止痕 醫生叫他一晚塗一次 或者早晚一次 但誰知道他打算快點好 塗二十次就過量了 所以一般來說 聽醫生說 還有最後塗藥膏 不是全面膜 是薄薄的 因為很多人都打算 厚敷它快點好 其實藥膏來說是薄薄的 而且一定先塗潤膚膏 打底 經常塗潤膚膏 才塗藥膏 那就沒問題了 既然嬰兒的皮膚健康 那麼重要 我覺得媽媽真的要付出多一點 我非常樂意 其實母乳是送給寶寶一個最好的禮物 除了可以吃之外 還可以製造一些無添加的用品 沒錯 如果親手做給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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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可以親手做一份禮物送給我兩個大女兒 就是學做母乳做 我身邊的位置就是壽工造師Vivian 你好 多知教 我們先看看材料 我們會有植物油、氫氧泛蠟 NAOH 另外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我看你帶了一包東西來的 這個就是母乳冰 我們首先會將氫氧泛蠟 逐少加入母乳冰裡面進行溶解 當全部溶解之後 我們就會將氫氧泛蠟連冰 輕輕倒進植物油裡面 然後開始攪拌 最初我們會去到不是水油分離的狀態 我們就會開滾器 開滾器的時候留意 每次大概是20-30秒 然後我們就會轉做手攪 去到Light Trace 你會看到它變色 而且又開始有一點稠稠 我們就可以加精油 我們今天會用的 就是法國芬衣草精油 而至於BB適合用的精油 通常都會比較溫和一點 芬衣草或羅馬羊金谷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完成之後 直至攪拌到完全是一個Trace的狀態 Trace的狀態就是做法反應開始 你會看到它是稠 和像沙律醬一樣 我們就可以倒露了 好, 倒入露具之後 我們就放在室溫裡讓它凝固 然後24小時它就會凝固成肥皂 所以明天這個時候 就可以在露具裡脫出來 它就要影響肥皂 不過還沒用得住 我們要放在通風陰涼的位置 等大概八個星期左右 讓它熟成 到期時就可以洗澡 可以使用了 很期待可以用手工做和雷雷洗澡 很累 你有沒有像沙律醬之後 有點潔癖 有時候在餐廳、茶樓吃飯 突然…你還沒做爸爸之前 沒所謂 但當了爸爸媽媽之後 旁邊有人咳嗽 你… 我實在是你這樣 照自你現在有一個殺父受人在後面 我們這樣做得很變態 本輯節目獎品獎金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 德國協有機應有兒奶粉及食品 連皮膚護理產品禮券 及獎金總值三十萬一千 洗手…再洗手 自從寶寶出生後 很多媽媽突然好像患了潔癖 沒錯,因為寶寶用的所有東西 都要乾淨清潔 親朋戚友說想碰寶寶 你都會叫他馬上洗手 因為這樣才能導致所有 令寶寶生生病的可能性 不過有時候寶寶很不合作 專門做一些不衛生、很髒的行為 好像亂撿垃圾 或者放藥盒、吃手指等 所以接著要大家去按燈表達的題目 就是你會不會阻止你的小朋友 去摺手指、摺腳趾之類的呢 對嗎? 你會不會阻止呢? 綠色是會阻止 會 紅色是不會阻止就有它,好嗎? 好,請給我看 好,我們看看表態結果 好,有71%是會的 29%是不會的 我們的嘉賓,阿權是會的 會阻止 會阻止 阻止絕別人的手指 對 自己的手指,我嘗試阻止 但是應該很難 因為你不可能24小時 全天都看著它 會不自覺地 特別是沒有戒奶嘴的時候 很辛苦 那就絕絕了 你兩位說不會阻止,任由它絕 為什麼呢?嘉賢 因為絕手指是寶寶的行為 令自己舒緩自己的情緒 而且絕手指當然是家裡的情況 更乾淨的情況 他其實可以摘取一些健康細菌 幫助他增強免疫力 林欣呢? 我不阻止 因為他們從來都沒有試過 絕手指或腳趾 原來如此 但是除了手指、腳趾之外 他們什麼都絕 大魚呢? 什麼都絕 買嘴? 接著電話收來電話就拿去絕 尤其是我兒子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喜歡絕東西 買了什麼玩具 他突然玩一玩 譬如一個搖鈴 他玩一玩就… 對… 你有沒有覺得三寶寶之後 有點潔癖 特別要乾淨一點 對 你有沒有想說要消毒 又要洗手 別說要洗手 有時候在餐廳、茶樓吃飯 你還沒做爸爸之前就沒所謂 但當了爸爸、媽媽之後 旁邊有人咳嗽 對… 我實在是你這樣 照自己有一個殺父仇人在後面 我們這樣好像變態 不如問陳醫生吧 好 如果小朋友喜歡絕拇指和腳趾 很想幫他割 那怎麼辦? 真的很難 其實看他什麼歲數 你說長大一點 可能跟他說道理 寶寶很難跟他說道理 最慘是因為始終手指 因為經常接觸了一些東西 就算怎樣乾淨的話 都可能有些細菌 可能病從口入 不少吃了一些東西 其實也會比較麻煩 如果腳趾就更加大件事 損腳趾,就知道腳趾什麼都有 那你又觸碰到地板… 那是甚麼意思 不… 腳趾什麼都有 更大件事 可能這麼不幸 例如家裡爸爸可能有一些香港腳 他又通街跑 然後再不幸 有腳有,他又觸碰到他 然後又把我的嘴巴吞在那裡 我看到我有些寶寶 真的… 不要說… 知道… 總之,你不是很建議吃手指和腳趾 是嗎? 可以就是,但正如一拳說 你很難逼他不選 他要選,難道24小時 用手綁住他嗎?不可能 所以… 總之盡量也不好 是吧 但我想問一下,因為有些人… 最近有些人在說 原來吃手指比吃奶嘴好 因為他說吃手指的話 他對老婆的髮型是比較好 是嗎? 是嗎? 我不知道 你很生氣,突然在網上說的 是甚麼網站? 到時發給你 我也沒聽過 其實暫時說什麼衝動的實證 吃手指好還是吃奶嘴好 其實各有各好 最好是早點戒掉,他們兩個都會比較好 也有些人說吃奶嘴做得多 也有機會影響過口腔的牙齒 可能生得不太好 所以其實最好都是盡量戒掉 但有些東西真是天生 他要吃也沒辦法 他要先吃奶嘴 醫師又能不能讓自己的小孩吃手指 你這個小朋友 其實我想可以戒掉的方法 很小時候,他們有些和尚衫 會有些… 手套 會移進去 他會有個姿勢想吃 但他吃不到的時候 都可以幫他戒掉 另外一方面 就是盡可能看到他嘴巴默默的時候 如果餵人奶的時候 盡量讓他餵兩口 也可以避免拒絕壽指 三位在家裡是否都會弄得乾乾淨淨 是的 會否因為有了小孩之後 特別可能要多點消毒 多點清潔 第一個兒子出生的時候 好像… 像去醫院一樣 好像北韓一樣 完全封鎖了 是嗎? 是的 地上好像明明在一小時前 有拖過 但當第二位出生之後 房子慢慢放下了 隨便了 是的… 突然覺得我豁然開朗 放開了 就是這樣 因為你夫妻的疲累指數 都一樣增高了 所以你… 我倆欠十一個月 不是,我們甚麼都說沒所謂 她很勤奮 太太… 腰頭呢? 是我… 我看你怎麼說 我看你怎麼說 又賴你了 是我… 你們會否家裡特別乾淨 我沒有個個案,跟你們差不多 一開始的時候 頭頭的一至三個月很潔癖 但之後其實都放鬆了 不過我比較注重空氣乾淨的月 有空氣淨化機 是,一定要 現在寶寶的低暗力很弱 外面的細菌也很強 否則不怕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 如何做才是最適合的 這方面一定要請教一下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 高錦鳴教授 高教授,有請 歡迎… 高教授真是… 你真是好教授 你好… 高教授,你好 我想問問你 一般人,有嬰兒 都會用一些清潔劑去清潔家 好像漂白水去清潔 其實有沒有問題 而且是否真的可以徹底消毒 漂白水大家都知道 味道就知道很厲害 是 即是甚麼病菌、病毒都滅絕 但問題是有些殘餘的綠化物 是 如果這些可以接觸或吞下去 是對身體有害的 我想問一下,有甚麼天然的成分 是真的安全 是可以適合到寶寶或小孩用的呢 或者是苦心鹼或者是清潔素 這些在植物抽離出來的精華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如果小孩真的對某種植物 成分的敏感的話 那應該怎麼辦 那就要小心一點 要請教家庭醫生 這樣才可以使用 那他們加起來有甚麼功效 這個消毒的淨化液 是可以殺滅一些人流感、禽流感 SARS病毒、退伍均人菌、金黃葡萄頭菌 還有大腸幹菌、薄亂的胡菌 都可以滅絕 殺滅的效率達99.99% 那這些消毒劑又有水劑、有精油 又有噴霧 那我想問哪一種比較好 噴霧 噴霧有甚麼特別呢 一噴出來,空氣的菌也會殺了 是 所以噴霧霧可以消滅空氣的菌 那如果連人自己本身都想消毒 可否噴在人身上呢 你噴在人身上也可以,但太浪費了 不要緊,你給我… 我想噴在那裡不會浪費的 你噴在那裡不會浪費的 但最理想就是噴在手上 通常你們擦都是擦手 噴在手上… 我要… 手裡的菌或病毒就消滅了 其實消毒液還有甚麼幫助 它可以減低胸部的甲醛 還有因為吸煙釋放出來的TVOC 更能夠淨化空氣,減低致敏源 有效地減低鼻敏感的徵狀 謝謝各位,今天教訓了 我們這麼多衛生的資訊 謝謝… 其實為了寶寶的健康 我們最主要就是保持個人的衛生 就不用經常進入戒鼻狀態 沒錯,謝謝我們今天上來的嘉賓 謝謝… 還有珠德,謝謝你們 最後,如果你們有甚麼問題 記得問你們的嘉賓醫生 還有專業人士查詢 對了,我們一連十集的 《BB要健康》已經圓滿結束了 在這裡感謝各位爸爸媽媽 和BB的支持 希望你們看完我們節目之後 都學到做一個精明的臭B專家 而早前我們邀請很多觀眾 將他們自己很有趣的BB片段 上載到BB笑笑小電影裡 今天最後一集 我們會將最棒、最好笑的五條片段 和大家一起開心分享 希望大家也可以… BB要健康… 阿翔,現在懷疑你醉了 先做個測試吧 你笑甚麼?再試試吧 還不是醉了 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阿翔,你中笑嗎?你笑夠了嗎? 乖乖,你還是回去拿奶瓶吧 阿翔,我要參加全美一丁 阿翔,君子動口不動手 真的不容易練的 阿翔,你會被影響 阿翔… 阿翔,你八蛋 rubbing on,就好 給你… 阿翔… 俩說下 下風… 卿起來…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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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臭 collapsed 這是甚麼? Gast isso راこちら 阿翔… 有甚麼? Bob,糟了嗎? 爸爸, 放下手 先生, 你投降吧 1、2、3 Cut 吃東西睡覺, 又吃東西, 又睡覺 吃東西睡覺可以一起做的 你們也試試吧